纽西兰6号单日新冠确诊206个案例 是自有疫情以来首度单日超过200人 其中200例位于疫情最紧绷的第一大城奥克兰 事实上奥克兰已经实施封锁措施将近三个月 预计下周一松绑 现在疫情升高是否会如期实现备受关注 总理埃尔登表示他希望居民在今年圣诞节假期 能够出关旅游 呼吁民众要打疫苗 到5号为止 纽西兰全国12岁以上人口 已经有百分之七十八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但是其中毛利族接种率偏低 因此毛利发展部门居然想出一个新招 就是让七名毛利族的黑帮成员出面 鼓励大家 另外俄罗斯的疫情并没有因为采取部分的封锁措施 减缓 6号单日新冠确诊四万一千多例 再度创下历史新高 全国防疫价即将在七号告中 预计十一月八号恢复正常的上班 但是部分的地区计划把停工的状态 再延长一个礼拜 而同样疫情出现反弹的还有冰岛 冰岛五号新增一百六十七个确诊案例 创下单日的历史新高 冰岛十二岁以上的人口 已经有百分之八十九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显示高接种率仍然无法一直传染 因此从周六开始 冰岛重新实施大众场所社交距离一公尺的规定 如果无法保持距离 就必须要戴上口罩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